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Premiere After Effect 是用中高端专业制作 新手推荐用剪映和快影 分别是抖音和快手官方出品的工具 基础功能较完善 基本能满足制作视频的需求 另外 在视频特效 音乐方面 也有独到的优势 例如卡点视频 很多的模板可以拍同款 直接导入图片素材 就能生成酷炫的卡点视频 而且可以与抖音号打通 直接调用收藏的背景音乐 很方便 在熟练操作任何一个视频剪辑工具之前 掌握其所有功能以及功能的具体玩法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此基础上 利用学习和实践磨索 不断完善自己的剪辑视频的技能 下面 我们以剪映为逆 打开剪映 导入素材后 可自选对素材视频进行如下操作 例如 剪辑 音频 文字 贴纸 画中画 特效 等等 剪映的音乐功能 我们在首页选择音频后 进入音乐编辑界面 里面有音乐 音效 抖音收藏 录音等功能选项 每一个功能 下面又有更多的音乐选项 包括 本地音乐 特殊音效 卡点音乐 抖音收藏音乐 可以根据视频内容的需求 为视频搭配合适的BGM 剪映的文本功能 进入文本板块后 我们可以新建文本 识别字幕 识别歌词 或者添加贴纸 如果你的素材视频原本自带配音 点击识别字幕 就可以为视频自动识别 并自动添加字幕 如果素材视频中没有配音 就需要选择新建文本 为视频添加字幕 添加完成后 也可以选择字幕朗读 为字幕添加合适的配音 剪映特效功能 点击首页的特效后 有各式各样的特效可供选择 包括 开幕特效 电影特效等 还可以调节画部颜色和样式 调节功能中 又能调整视频的亮度 对比度 饱和度等 让视频的画面效果更具美感 对于以上四个功能 是我们在学习剪映教程中 最常用到的功能 熟悉它们之后 你才能在第一时间 有意识地选择哪个功能 来剪辑视频 接下来 我们来学习 用剪映制作卡点视频 一 进入剪映 点击新建项目 导入需要剪辑的素材视频 二 导入完成之后 就进入到了视频编辑界面 在此界面 底端点击选择音频功能 在下方 列表中点击音乐按钮 找到自己感觉与视频调性相符的在线卡点歌曲 三 在卡点曲库里面选中的歌曲 需要进行歌曲下载 接着点击右侧的使用按钮 将其应用到当前素材视频 四 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点击刚刚添加的音频列 点击之后 可获得一个菜单 在菜单中 找到卡点功能 五 打开卡点功能之后 我们就可以点击左侧的自动卡点按钮 这样 就能将每次卡点的节奏点 以黄点的形式标注出来 拜拜 六 最后我们只需要将素材的内容进行拖动剪辑 让它符合黄点的节奏 到了这里卡点视频就基本完成了 卡点视频讲究的是恰到好处点到为止 如果视频内容结束了 BGM还没放完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剪映删除多余的音乐 首先进入剪映 然后开始制作 点击添加音频音乐 进入音乐库 这个地方可以使用软件自带音乐 也可以登录抖音 同步抖音收藏的BGM 想使用本地音乐 就选择导录音乐即可 由于一首歌的时间会很长 导致整个素材的进度条也会被拉长 这时我们可以用双子按在图中的方框认一处 向内侧滑动可以缩短进度条 接着拖动视频 将白条置于视频素材某一位置 再选中音频 点击分割 将音频从白条处分为两段 最后一步将多余的音频部分进行删除 如果你想为视频添加多段不同音乐 只需要重复上述操作即可 用简印如何导出无随应的视频呢? 用简印剪辑完视频 在最后选择导出方式时 选择无随应保存并分享 并且让视频导出 等待视频导出完成 手机会直接跳转到抖音发布视频的界面 这时可以不用理会 直接去自己相册你去找视频 作为一个新手 一定要多练习剪辑 正所谓熟人生巧 多观摩学习 优质热门短视频 好了 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感谢您听